Hello 大家好 我是Mars火星 最近有很多朋友都介紹我玩國際版的食雞服 因為我以前都是玩和平精英的陸服 我今天就來試一下國際版的食雞服 大家都知道如果飛機的航線會經過M成 我都會選擇M成的 最近我發現了一個位置 資源方面都比較豐富 就是這個發電廠 側邊的一個空地 他裡面的資源都比較豐富 我就會選擇去那邊 大家可以看到我同隊的隊友一直邀請我跳產 但我看到他跳的地方跟我不一樣 道不同不相為謀 你自己打 有緣就在決賽圈見 我這次飛的位置就是這裡 大家看到我赤裸裸裸裸的底褲 就知道我剛剛玩了 那馬上拿出槍 嘩 已經取得了一支M416 嘩 再取得一支M762 前期無敵 我看到很多食雞的薄主都在用M762 那我自己也先試一下 因為我看到他的槍速比較快 聽到腳步的聲音 嘩 撿過良心就見到他了 補完他 我正想拿裝的時候 突然聽到腳步的聲音 我馬上卡回視覺 見到他了 現在才可以安安心心地拿他們的裝備 又聽到腳步的聲音 但我先聽到他在哪裏 嘩 嘩 嘩 他很直的跑過來 毒圈現在已經在縮緊 但對面發電廠的資源很吸引 見到前面有一部車 我開一部車過去 搜完才有毒 這裡已經搜完了 但這裡的物件 令我帶著憂傷地離去 唉 我還是走毒吧 遠處聽到薄火的聲音 去瞄一瞄 看有沒有收獲 有人來著 難道他又進來避開這個轟炸區 他這麼多次電腦 發現有人 他在守屋 等他出來 吃燈 我的隊友一直叫我過去找他 找車過去找他 那好吧 我見到毒圈就快到了 那就找一部車過去和他回合吧 現在這部車已經沒有了 我要找另一部車 開過去 是時候表現真正的技術了 差不多到了 過了這個山仔 見到他了 我這下下車的技術 我都不敢佩服自己 這麼奇怪 沒得不斷開槍 唉 我不管了 先補血 他有沒有這麼趕啊 讓我補血也不行嗎 好好好 走走走走 他怎麼下車呢 喂喂喂喂 What the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第一次玩 國際服就有這樣的經驗 我真的 唉 我是Mars火星 分享吃雞日常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可以在下面點讚訂閱分享 拜拜